大家好,我叫一菲,来自希腊 我希望通过汉语桥可以全世界喜爱汉语的人沟通交流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和我的中国男朋友们的故事 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会唱歌,会跳舞,长得也特别帅 从17岁看到他这篇的那一刻 我就单凡宣布他是我男朋友了 想知道他有多帅吗?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杨阳 因为杨阳,我开始入坑中国爱情电视剧 我看过《对于小红青城》 祝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下一阵是幸福 香蜜沉沉进入酸和《亲爱的热爱的》 《亲爱的热爱的》是我目前最喜欢的 因为这个剧我花了男朋友 他叫李线,是我的线男友 虽然我很舍不得杨阳 但我的线男友也特别帅 每次我看《亲爱的热爱的》的时候 我的妈妈都会说我 因为她担心我看多了就找不到真正的男朋友了 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 如果我有机会去中国 我一定能找到像《线男友》一样的男朋友 我的中国男朋友们对我的中文学习帮助很大 我太爱我的线男友了 我也多爱她 看看我给她的剧《配的音》就知道了 喂喂喂,跟人打招呼呀 哎,我认识她 你没认识啊 她好像 她好像 这是我哥的女朋友 小白,你哭说什么呢? 不,不,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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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的人都很大嫂 大嫂? 不是不是 年年,你不只是这样 这是这么回事吗? 年年,你过来 过来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忽然扮出个男朋友了 怎么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她真的不是 不是这么回事 阿姨 你还是盯我给您这事吧 别说话 你闭嘴 你再说话 我就得断你的腿 李线我来了 中文我来了 谢谢大家